環保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但你是不是覺得很難令小朋友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呢? 現在有個好方法 以互動的形式 讓小朋友了解生活習慣和地球生態的關係 香港中央圖書館每年暑假都會舉辦月獨奔分月 今年的專題展覽 《地球與我生生不息》 有很多色彩豐富的展版 可愛的立體公仔 和互動遊戲 讓小朋友很開心地學習環保的信息 除了展覽 還有一連串的表演和親子工作坊 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但我們經常過度堪佛樹林和開彩能源 而日常生活方面 很多時為了方便 我們會不知不覺地造成污染破壞環境 今年專題展覽 因為衣服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和影響身體健康 我們可以買用天然纖維和有機物料製造的衣服 既舒適又可以循環再造 還有節能洗衣法 例如利用陽光曬乾衣服 避免使用乾衣機 這樣就可以節省能源 我們可以參考環保小提議 改變生活習慣 包括學習衣服配搭 這樣就不用經常買新衣服 又可以有不同的風格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曾經出現旱災 缺乏食水 雖然海水化碳可以增加食水 但是過程需要耗用大量能源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食水 香港每天平均氣至3000噸儲雨 但是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人 因為缺乏糧食而營養不良 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原來全球有超過8億人長期飢餓 《識食攻略》教你避免浪費食物 例如先計劃好餐單 只去買食物 避免購買過多 生產食物的過程會排放氣體 加劇溫室效應 而原來生產肉類的時候就更加多 所以我們可以少吃肉、多吃菜 怎樣才算是有機的食物? 看過剪板後就可以了解多些 以後購買食材的時候就更加證明 除了可以減低對環境和食物鏈的污染 亦可以令身體變得更加健康 我們每天都需要用電 大家可以根據能源標籤 去選購比較節省能源的電器 平時盡量多走樓梯、少用電梯 還有善用空調就可以節省電力 這間環保屋是用可以節省能源的玻璃幕牆去建造 而且利用太陽能發電合乎環保原則 其實有很多垃圾都可以循環作用 只要發揮創意就可以變成有用的物品 就好像這張桌是用舊紙皮製成的 這些家長和小朋友都一起在這裡參加工作坊 製造再造紙 學習將費物變成有用的資源 買東西的時候最好自備購物袋 因為無論是用膠袋或者紙袋 都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所以應該避免使用 生產膠瓶的過程會釋放二氧化碳 而且棄後也難以被泥土分解 我們應該盡量少用膠瓶 養成自備水瓶的習慣 我們去郊野公園的時候 要避免破壞自然環境 例如不要在燒烤場外的地方生火 以免引起生火 而在離開的時候 記得要帶走垃圾 想小朋友自己發掘更多環保知識 圖書館在展覽裡 也設有愛護地球故事歌 精選與環保有關的書籍 讓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展覽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 去發掘更多有趣的知識 成為環保小大使 和身邊的人分享一些小貼士 如果有膠瓶 放在大廈樓下 有三個回收箱 分類放回不同的地方 我們一起好好利用地球資源 保護環境 讓人類和地球生生不息 每年暑假的月獨奔分月 會有不同主題的展覽 下年繼續會有很多精彩的活動 想知多些 可以上圖書館的網站